我要先會議詢問一下還沒開始計時 我們今天有個很重要的單位叫做投審會 來了一個組長 請問組組長你可以決定這些事情嗎 請組組長 你是主管這個部分的業務 請按麥克風 這要記錄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主管這個業務是第一組 但是因為今天剛好經濟委員會有同樣的議題 這個議事人員注意一下 這是對本委員會最基本的尊重 我認為這整個併購案除了NCC以外 投審會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 其實組長來都已經讓我們質疑到底對整個問題的關鍵能不能掌握 有沒有決定權是不是關鍵 結果派一個竟然還不是主管的 這讓我們怎麼問 議事人員 我不知道是這個組長要來 你們也完全狀況外嗎 我要請問議事人員 我現在是先做會議詢問 請主命回答一下 請主命 投審會報這個名單來並沒有跟我們講這位組長不是主管業務的 以我們的認知應該是主管業務的 好 所以本委員會要不要來做一個譴責 投審會你真的把交通委員會沒有放在眼裡 我原不是這樣 其實 不是這樣是怎麼樣 沒有 雖然我不是主管這個業務 但是因為我主要也是負責國會 我對這個業務的熟悉程度是有的 對這個案子的熟悉程度也是有的 我們不是要你熟悉啊 我們是要問關鍵問題啊 我們是要你能夠真的告訴我們為什麼 蛤 你來 你可以回答我們什麼呢 委員 不知道委員想要知道什麼樣的內容 我們想要 我想要問你說你的準播啊 我們目前還沒有做出準播 那你們目前到什麼進度呢 我目前的進度是因為這個案子的兩個關鍵單位 就是NCC跟公平委員會的意見雖然已經回來了 但是我們認為這兩個單位 他們做出副條件的許可裡面 有一些問題需要釐清 那我們也請 我們目前也請這個申請人 針對這兩個單位 他們提出副條件的這個許可的內容 做一些補充多說明 我們今天不只兩個呢 我們今天不只兩個案子呢 我們今天有五個案子 你有沒有聽主委的報告 有 我知道 五個案子你都可以回答 可以 中加案我們目前的處理方式是這樣 我們是先請這個 申請人針對這個NCC跟公平委員會 他們做副條件的許可的內容 請他們補充說明 然後等這個 申請人把這些補充的資料回來以後 我們會召開一個工作會議 來確定這些 這些副條件許可的內容 這個投資人他回覆的內容 是否符合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期待 符合我們的需求 好 所以你要回答我們的 就是今天NCC送到你們那裡 所有的案子 你們也都還沒有做決定 所以你今天也是 只是來聽看看NCC怎麼說 是這樣嗎 你回答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目前剛才就是NCC報告這五個案子裡面 其中有一個案子 因為它是屬於國內的 沒有經過我們 其他的案子目前我們都在審理中 所以目前你們都在審理中都沒有結論 所以反正你今天覺得你都還在審理中 你來也不需要做什麼具體的回答 所以誰來都一樣 對不對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其實今天來這個委員會最主要目的 也是聽聽看別的委員 對我們這些案子有什麼 你就是只有來聽嘛 你不是真的想要來告訴我們什麼的嘛 好 無論如何 議事人員我希望你注意一下 他來的名單 你至少也要知道是不是 不是主管相關的名單 不是隨便放到籃子都是菜 你隨便來交通委員會 隨便派一個我們交通委員會就接受 不是這樣的 這要最起碼的尊重啊 對委員會 請議事人員特別是阻密注意一下 好 請回 我不是針對你 我是針對整個投審會 投審會應該要尊重一下國會 好 請施主委 好 請施主委 好 請施主委 委好 主委好 是 主委 我要先講一個再明白不過的案子 就是東森 你的報告裡面有寫到很清楚 我們的廣播電視事業的項目目前為止 是禁止入資禁止中資投資的項目 對不對 很明確吧 對 好 我們來看 東森說 他提出的申請是 DMG 到底是DMG要來買 到底是DMG要來買 美國DMG集團購買東森電視股權案 這是你自己寫的啊 對不對 你很清楚嘛 很好 你很誠實 什麼是美國DMG啊 不要看到美國就真的以為是美國 大家很清楚 來 下一張 美國DMG其實是中國DMG 根本不是美國DMG 什麼是中國DMG呢 就是這個 鼎鼎大名的 蕭文革總裁 蕭文革總裁是解放軍耶 還不是只有中國人耶 人家都這麼大辣辣毫不遮掩的 這樣攻過來了 來 再回來上一張 你還要準啊 我們並沒有做任何決定 你們沒有做任何決定 是 你們沒有做任何決定 就是沒有Guts 我們還沒有做這件事情 你都已經告訴我 很清楚地告訴我說 禁止中資投資的項目 你這麼明顯 你自己都已經寫得這麼明顯了 DMG 好啦 就算它是美國DMG 這個蕭文革也佔股權的 百分之六十三點七四耶 我要去瞭解是哪一層哪一個公司 以及有沒有涉及的投資案 其實這個案子 我們已經含詢各機關了 如果涉及違法事項是不可能準的 DMG 蕭文革 這件事我們有很多時間 我這樣夠清楚 其實你心裡很清楚 我們心裡都很清楚 就不要裝了 好 回到大家關心的中家併購案 來 中家併購案很簡單 我們看這個圖表 大家看這個圖表就很清楚 主委你也非常清楚 這個圖表你看 銀行貸款518億 銀行貸款528億 遠傳公司去購買這一家 叫做NHPEA 購買它的公司在 規避黨政軍條款 買了171.2億 這一家公司 所以真正這一家公司 拿出來的錢是多少 是廣心522億 還有他們自己的資金33億 所以其實呢 真正拿錢出來的 只有這兩塊 加起來是55億 好 主委 這兩塊加起來55億 這一塊廣心522億 什麼叫廣心5啊 廣心5 它的資本額 來 修一下 廣心5的資本額 50萬50萬 廣心5呢 是廣心4投資的 廣心4的資本額多少 30萬 廣心4又是什麼 還有廣心3、廣心2 廣心3、廣心2跟本案無關 先不說 廣心4又是廣心1全額投資的 資本額多少 40萬 哇 資本額30萬40萬50萬的公司 啪 22億 投審會 這很神吧 哪一家資本額50萬30萬40萬的公司 可以一下子拿出22億來 好 拿出22億來了 這幾家什麼廣心1、廣心2、廣心3、廣心4、廣心5 全部通通是一個叫做黃清苑的人 這個人 這個人喔 講白話叫做人頭啦 這叫代表人啦 他是什麼 他不是遠傳的 黃清苑不是遠傳 我們現在在談遠傳喔 在談中家併工案喔 可是這個黃清苑是誰 他是紅海我們郭大董事長郭總裁 這你們知道吧 他的大將 哇 主委 我們大家都在意媒體壟斷 我們大家都在意 我們是不是過度集中 結果我們發現還不止這樣 這些問題 我相信你們都知道 絕對不會不知道 但是你們的準博裡面 都假裝不知道 都沒有提到 好 這是第一個喔 後面我們再來提這個 我們先再看 這樣的結構 我們姑且不用 他真的出資了那55億 我們再來看最大的這一塊 借了518億 主委 是 整個系統業者呢 你們的委員就有說 其實啊 中家旗下12家有線電視系統的網路品質 遠遠落後其他的有線電視系統 為什麼落後 很簡單嘛 你想想看嘛 來我先問 請問這個併購案 到底他的總金額是多少 我看無論是你去經濟委員會報告的 還是無論是你們的 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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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聽證會的 都沒有真正講到 到底金額是多少 你先回答我這個問題 委員的圖表其實已經有各分項 加總之的就是他總金額了 好 就只有這樣 加總金額這樣 好我們就用這樣子來看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 你看喔 他用這麼龐大的金額買下中家以後 他收到的收市費啊 我算一算大概 收市費就去繳這個利息啦 繳這個3%要給遠川啦 他所有收來的錢 收市 收市戶收來的錢 繳掉518億的利息 再繳掉給遠川的3%利息 他沒有剩了啦 你還指望他會有建設啊 委員在這個付款裡面 他承諾投入總計59億 要說他的承諾 投入總計59億 是 總計 55億 59億 59億 好 是 他承諾是59億 等一下 我算一下 你說他數位化要投資5年40億 是 光節點 5年8億 是 寬屏 5年6億 是 這樣是54億啊 怎麼是59億 還有地方頻道的改善呢 要投入5億 什麼改善 地方頻道的製作 地方頻道的製作要5億 好啦 就讓他59億好了 這個59億下去 我告訴你 還是一樣 遠遠落後其他的系統 因為他沒有什麼錢 他就 要繳利息了 上次啦 之前 他連帶289億 就是造成你們說的結果 就是說 遠遠落後其他的有線系統的網路品質 現在 上次他才貸289億 現在他貸518億 他哪還有剩什麼錢可以投資啊 好 主委 是 這個也是我們的憂慮 這個還不是重點 我們再回到剛才的 我們說 東升 中之大辣辣的來 我們說這個廣星舞 跟我們的鴻海又是 應該怎麼說啊 這個J號人物高清院 是他大將 這個我們 這個併購案 到底 遠船跟鴻海 到底 他們 是怎麼樣分配啊 哈 投資計畫 知道嗎 投資計畫 你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 主委 你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 我應該所問的 在我們看到的投資計畫裡頭 並沒有鴻海的角色 也沒有分配的資料 你不認識黃清燕 你假裝不知道他是誰是不是 他跟鴻海的關係 我並不清楚 好 我現在已經告訴你了 你希望你要清楚 你稍微Google一下就知道 他是鴻海的大將 好 你今天的併購案裡面 還有一個TVC耶 鴻海的TVC耶 TVC75有線電視用戶 已經是國內的三大有線電視系統 市場 它的價格多少 差不多多少 這案子我們都還沒有審議 也沒有任何決定 好 我告訴你 市場預估價額是400億 這個就是我要提醒主委的 媒體的高度集中 壟斷的問題 請你們要散事 要擔心一下好不好 好 投審會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嗎 你可以回答這樣的問題嗎 時間暫停 我們這個是需要錄音錄影的 主長請開麥克風 目前我們的資料裡面確實是沒有這麼詳細的內容 但是我們回去可以再去做進一步的查證 如果立法委員都可以知道 你們不要告訴我你不知道 你們是要決定的要準博的 不要再這樣 這樣讓我們真的 你們做的事情怎麼讓社會大眾讓人民放心 來 那個組長請回 主委 其實 黨政軍 我跟你一樣清楚 你從第一屆有NCC的時候就在 我也在 我們都一樣清楚 當初 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用意 是大家肯定的 精神方向是對的 執行上就算 因為從法院的這個實務 上面來看呢 罰跟不罰一樣 罰不到 所以這條罰款 好像形同虛設 可是呢 我們還是覺得 這個是應該修法 而不是放棄 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精神 對不對 是 好 那麼 這個事情你不能這樣 因為這樣子 你就說 遠傳沒有違反黨政軍 因為將來 罰了 將來違反 不是這個樣子 不然是怎樣 來 將來如果 遠傳違反了黨政軍 甚至違反了 新修訂的廣電三法裡面 對黨政軍的限制的時候 你怎麼辦 我們當然依法去執行 依什麼法 當時有效之法律 對不起 那時候如果你已經通過它了 要看法律怎麼定的 因為在本委討論的很多反壟斷條款 都還有訴及既往生效的規定 那當時要依有效的法律去執行 主委 可是在這一條裡面 你並沒有保留廢止權 好 我說過了 付款不履行可以單獨依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處理 而負擔不履行也可以廢止原刑證 這個你們也沒有付款 有 付款有20多項 然後有很多是它必須要履行的行政法上的義務 它都是負擔 每個負擔的不履行都可以對於義務人要加以處理 然後如果負擔不履行影響原處分的基礎 原處分是可以廢止的 主委 它現在目前我們看起來黨政軍就是只有罰款嘛 雖然連罰款都罰不到 法院都罰不到啦 報告委員 這個法律的規定還包含 如果黨政軍的情況申請不予許可 我們申請經營不予許可 時間的關係我們是最後一個尋答 好 主委 還是要請你 真的要去注意這一塊 如果黨政軍介入對媒體 絕對不是媒體支付 該廢除還是要有廢止權 是